買家當網路奧客 訂5次貨都不取 最終判3年 網拍超商取貨付款好方便 但如果訂了又不取貨 小心會有刑責 像是這一位 新北市32歲的林姓男奧客 經常沒事就是逛逛網拍 看看女性用品 女性用品 女性用品 沒錯 就是女性用品啦 她在今年3月 透過蝦皮開賣網站 買了一件女裝 選擇便利商店取貨付款 但她居然都沒去領 包裹就只好原封不動 退給賣家 一次還能原諒 但沒想到她向同一個賣家 連訂5次都這樣 更可惡的是 雙方透過平台溝通 她居然還不在乎的樣子 賣家被她搞得火都大了 向台中永信派出所報案 你以為會沒事嗎 錯了 這已經觸犯刑法 造成賣家財產損失 因此警方一悔氣損壞罪 將她罰辦 這下男子才驚訣 哇 我竟然要坐牢了 她到案後變成 因為想等到有錢再去取貨 不知道訂了不取貨是有罪的 奉勸各位愛購物的朋友 買東西記得取貨付款啊 有新聞 綜合報導 有新聞 綜合報導 有新聞 綜合報導